电信的宽带我用了10年了 就在这个月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把家里的宽带换成了连通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之前我也不相信 湖北电信在后台的一些调整 导致了我家里所有的苹果设备 出现了严重的功能性问题 首先是iMessage和FaceTime无法使用 那为了恢复这个功能呢 我还特意做了期视频分享 可是刚恢复好没两天 就又不能用了 然后是App TV的屏幕镜像出问题 投屏失败 App TV屏幕镜像算是特别稳定的功能了 我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遇到投屏失败的情况 接着HomePod无法使用 重置以后显示正在配置 只能放歌 无法让它电脑中设提醒 接下来就是几乎所有的 连续互通功能都失效 比如跨设备复制粘贴 随航通用控制都失灵了 开始大家都会以为是苹果的锅 毕竟是苹果设备出问题了嘛 但是随着在网上讨论这个事情的人 越来越多 大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出现问题的人 他们都集中在安徽电信 湖北电信 以及河南移动 这些宽带用户的身上 据传闻 苹果在武汉的直营店 之前用的都是电信的CNN2专线宽带 现在也换成了连统的宽带 苹果设备间的联动 都是通过WiFi和蓝牙进行的 甚至有些功能呢 就算没有联网 也不影响使用 所以为什么宽带运营商 在后台的一些改变 能影响到苹果全家同的功能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无法理解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的吧 那根据网友YV发帖说 他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宽带服务商在后台做的手脚 屏蔽了 identity.ess.apple.com 这个域名 这样做会直接导致 iMessage和FaceTime功能失效 但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 苹果经常会在后台 通过刚才那个域名 去验证你的Apple ID 是否是处于一个正常的可用的状态 如果宽带运营商 把刚才那个域名给屏蔽了 那么你本地的设备 就没办法跟苹果服务器进行联通 所以呢 你的Apple ID的验证会出现一些问题 现在呢 我来验证一下它的结论 使用的工具是在线路由追踪 线路选择湖北联通和湖北电信 域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先看联通的结果 数据先传输到了武汉联通 然后到北京联通 最后经过一些跳转 到达了美国苹果的服务器 而再看看湖北电信呢 数据直接停在了湖北武汉电信 没有继续传送 那除了湖北电信 安徽电信的用户 也遇到了苹果服务器失效的问题 但是就在录制视频的今天 安徽电信已经恢复了域名的联通 在恢复域名联通的同时 大量的安徽网友也反馈 他们家的苹果设备恢复了正常 所以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 苹果设备之间的联动呢 虽然依靠的是WiFi和蓝牙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在官网上也强调过了 必须要登录你的Apple ID 那么宽带运营商在后台屏蔽了这个域名 导致你的Apple ID验证出现了问题 所以对应的所有的连续扑通功能 HomeKit功能 FaceTime iMessage等等全部失效 知道了原理 相应的对策就有了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更换运营商 比如我换了联通的宽带 当天上午换的 那么在下午的时候 所有设备的功能全部恢复了正常 甚至都没有重启 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更换宽带或者手机号 那么网友YV也在GitHub上提供了解决方案 有信心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宽带服务商对苹果那个域名的封锁呢 随着大家投诉的增多 现在已经有逐渐好转的现象 比如安徽电器的用户 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秀康 这里是耐克音乐堂 让我们下次再见